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转载自百家号作者,老大爷说,历史法医鼻祖颂词,一生钻研医学,数十年平渊无数颂词是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个法医,也就是法医鉴定的创造者。 他写的关于法医的书,也是世界上最早的,也是我们国家古代,各朝相关官员,必须要学习的书宋慈,出生在一个当官的家庭中。 他从小跟着朱熙的徒弟无知,学习各种思想。 在二十岁宋慈,就惊人地考上了派学,考观看了。 他的文章感觉那是出自内心的情感,很是喜欢他之后也一直很看重他。 不久之后,他就有当了进士,做了多年的官,虽然他的始祖朱熙,崇尚的是唯心主义的思想,但是宋慈是个实实在在的物主思想的学者。 他的这种思想就表现在他成为行官后检验尸体的各个方面。 他的二十多年的从官经历中,大部分都是从事着法医的工作,他认为作为法医给死者判断死因,一定要有过硬的技术条件,这在某种程度。 尚是要比给活人看病更难的。 这要求不但法医有好的心理条件,还要去他必须精通各种医学的知识,还要掌握很多仪器的使用方法。 因为宋慈一直都是个学者,所以在这些方面都很弱于是为了补充这方面的知识他美。 天都埋在医学的各种书籍中,钻研这些知识,他把很多知识都运用到了诊断死者的实际中。 而且他还结合了很多前人的经验,避免了自己因为的不当操作,而造成很多失误。 当时很多的州县都把关乎人命的大案件,交给那些没有什么过往经验的新人,或者直接交给五人来断。 这些人要不是被别人欺骗,要不是有人害怕得罪比人不敢审查,要不是收了别人的贿赂,常常都不看那些恶臭的尸体。 胡乱断案错误百出,最终导致狱中很多被冤枉的人。 宋宋慈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气愤,禁止自己的地盘发生这种情况。 他在审理案件的时候,把人们的什么放在第一位,绝对不会颠倒是非坚持。 用事实断案。 他还说,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执法者,没什么其他的特殊技能。 但是对于这些案件,我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之心,这是对我的工作的尊重。 这就是他对于自己断案态度的最真实的描述了。 他认为死刑是最严重的处罚了,所以在判死刑前,一定要把案件的所有情况都搞清楚,绝对不能让一个人被冤枉而受连累。 当时宋慈在长厅担任支县的时候,微服私访去看看民情,他一路上看到了人们运研的困难。 由于那里山路很窄路很不好走,而且有很多的强盗在路中截道,所以吃盐难就成了当地最困难的事情。 为了让人们能正常地吃到盐,他亲自到厅江去整治那里的河道,打算开辟新的运研道路。 他在几年内,打通了多条航道,不但解决了人们吃盐的问题,而且还发展了那里的商业,很多商品都能从航道运输到各地。 可以说,他对于闽西的经济发展,做了非常大的贡献。 宋慈每到一个,地方都要为那里的冤问平冤。 在刚到成厅时,前任的县令,就留下了一件杀人案件没有破。 他就通过开关验识破这个多年没有破获的案件,让当地人们对他很是佩服。 他在短短的八个月,就通过调查,清理了一大批的冤案错案,将二百多个被冤枉入狱的平民百姓救了出来,同时也抓了许多贪污逍遥的小人。 就这样宋慈的名声,在民间越来越广各地的百姓,都期盼着什么时候,宋慈能够到他们那里为他们洗清。 冤案。宋慈不但善于断案,而且他对百姓很是随和,每个人都很喜欢他,他的故事最后也成为我们熟知的影视剧,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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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